我们现在这儿都要上面去一趟吗 那不是在成都去吗 做五床呢 你不做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去一趟 待会回来 回来在这儿成都去咯 你还在这儿 你们上面去一圈 那摘下来摘到成都去 你晓不晓得好多工的 你到晚上的话天都会的 还要约好 昨天光明子给我发信息 他想带宽 光明子现在也是成年人了 19岁了 你昨晚云云也跟他聊那么久啊 你不要跟着着急上火 你还怀着云的吗 我们也跟他讲那么多 他要停得进去嘛 你说一千到万 他还在远地打转转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哦 万事都要放开点 心情然后不能一相见 这么多 大家还不晓得是什么事情 我在这里给大家理一下 就是我弟弟 他读完初中 他是经过病人阶下 去大德读的高学校 其实他去读的时候 我也是懵点 因为他们都去帮病了 才给我打电话说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一年懵 啥子都不晓得 然后他即将起了 我只能说 只起他起 就跟他说 选下自己的专业 当时我们这边的意见 就是让他选了一种 修理啊 器械方面这些专业嘛 但是我也不晓得 我一上这种字 他后面就选了一个 计算机 然后读嘛 就读了这三年 三年来学出来 也就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今年好像读到了 一两个月 三月份就出去打工了 然后打工之前 就在成都去考了个学 有时候他考上了 说要在成都去读一个大学 他们口中说的是大学 但是这边学校 他寄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直 直高本科 因为这方面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的希望就是 他读出来 这个东西要对他有用 因为我们不是平常家庭的孩子 肯定一步一定要走稳 我也怕走失败了 他失败的话 以后的时期真的是很难说 肯定当姐姐的人 是希望他越来越好的 光明智带那个款 他晓不晓得以后要还了 他晓得呀 我也跟他说了很多 他说的这个是 比如说他带款出来 是把书读完以后 出去工作两年 然后妈妈才还 反正是好欲逼 我都给他说了 他说他能还 那就对了咯 他现在是成年人了 请他跟二爹还行商量 我们上次上期 是不是嘛 话都还没说完 二爹他就说 我们不想让公明智读书 你说都上人嘛 听到那个话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这个学校 我也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说这个学校 也进去报名以后 就想自己专业去读 他读出来 我觉得就双次赞成好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 这主要是就担心他 读出来就跟大者读个指导一样 出来工作工作找不到 还欠了一屁股债 其实我不是说不让他去读书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觉得那个学校 不是很新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好好去 学一个东西 男孩子出来不怕计读 就怕没得生意 我的手艺一出来干啥子男孩子 我是这个意思 是咯你看嘛 超哥比个十五六岁去出去 打工学医 我们也是十五六岁出去打工 打螺丝 你看现在差距都明显嘛 是不是吧 再说娃娃现在大了 也不好管 你当姐姐的 顶真也没法说 是的是嘛 虽然说我们亲两只伯妹的学员 关系 但是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亲弟弟了 他的胃呢 你说我怎么不担心呢 走我说了 去奸厂的回来再说 想想我也头痛 也不晓得怎么给他讲义 所以大家懂这方面的 可以给他讲义 我们看一下 参考一下 好 想想我也要去成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在这下期讲 拜拜